妈我们等晚了 有点点眼力见啊 不会弄下凳子啊 来坐吧 这么脏你没看见呀 不会擦一下呀 好了干净了坐吧 坐 妈 这是你女朋友 孟孟这是我妈 嗯 孟孟你家住哪里啊 我渴了给我拿瓶水去 哎 这不是有了 这啥呀 狗都不喝 你喝的那个水啊 他这里没用 没有你不会去买呀 你猪脑子啊你 服务员点餐 你好美女 很高兴为你服务 三文鱼 给我来试盘 东兴班 六十六斤呢 给我来一条啊 还有帝王蟹 一个葱油 一个蒜蓉 燕窝鱼翅 给我来试试 行 那就先这样吧 好的美女 这就为你下单 哎 等一下 葱姜蒜我不吃 我过敏 孟孟 咱们就三个人 你点这么多 吃不完吧 不是你妈请客吗 啊 没有钱 就不要来这个高档餐厅吃饭 说什么装 没事儿儿子 妈请客 去安排吧 好的 都吃好了吧 啊吃好了 还行吧 这跟我平时吃的都差远了 服务员 打包 打包 我没听错吧 你要打包 这是高档餐厅 不是农村大席 你要是打包了 一会走到楼下 我那些服务员同事看见了 我这脸忘哪哥 啊 你这口袋里也不像搜那儿吧 丫头 我给我儿子面子 我和你一般计较 你还蹬鼻子上脸呢 你个农村来老太太 你装什么蛋子狼啊 你怎么跟我妈说的 走咱们先回去 哎呦 我还没说完呢 他一个农村来老太太 你装什么装过这儿 你父母就是这么教育你的吗 董事长 不好意思 打扰您了 你父母就是这么教你做人的吗 没告诉你铺张浪费可耻吗 你铺张浪费不可耻 我们打个包就丢人了 还有 我们农村人怎么了 我们农村人勤劳可干 倒是你 我怎么了 你给城里人丢尽了脸面 儿子 还一事无成 还死要面子 有一天 他会为了他的面子 而甩了你 好自为之吧 跟我巧吧 我可是千金大小姐 我看不上你们这种做小生意的穷酸人家 能跟我在一起 是你八辈子修来的福气 我告诉你 你今天要是跟你妈走了 我们就分手 以后吧 你哭着跪下来求我 我也不会复合的 沐沐 你们家有多少钱 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我们就是本本分分 地地道道的农村人 在我们眼里 粮食才是最重要的 只有粮食 才能填饱肚子 再见 你给我站住 像你这种贪慕虚荣的女人 不要也罢 家人们 像这种贪慕虚荣 目中无人 还看不起农村人的儿媳妇 我是不会要的 觉得我做的对的 麻烦点个小红心 支持一下 谢谢